第四十题 由阴极射线管的装置中 可以发现几件事 下列何者叙述是正确 我们看到在这里 阴极射线管呢 是从我们的这边射出去 而这里呢 接了是电池的负极 我们晓得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所以这里电子带负电 从这边流出来 这样子是正确是正常的 所以 假说电子是由接电池的负极的金属板射出 而形成阴极射线 这个是对的 以说装置中不断地抽气 其目的要使克鲁克斯管 可以形成低气压 让电子在射出时不受阻碍 我们看到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两金属板是密封的低气压玻璃管 所以这样的叙述呢 也是正确的 那么 B说反接正负极交换尺装置高电压的直流电 则电子射出的方向还是维持无变 当然是错的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那么就是电子会射出去 所以 电子要从负极射出去 那如果你反接电子流动方向也会相反 不会维持无变 所以秉得迅速是错的 因此第40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迅速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加以 我们下列的电子会射出的